史上最大规模的巴拿马文件泄密风暴越滚越大 阿根廷联邦检察官开始着手调查 总统马克里涉嫌的金融交易 但是马克里表示 他根据公务人员规定申报财产 并没有蓄意不申报 外界的巴拿马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故所文件显示 涉嫌开离案公司隐藏财富的全球140多个政要中 也包括了阿根廷总统马克里 但是马克里本人否认涉及任何违法行为 马克里还表示 他没有收到任何担任境外公司董事的酬劳 他将出庭提供法官所需的所有证据 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而阿根廷联邦检察官迪加度 已经着手侦办这位保守派总统的财户状况 迪加度表示 他已经请求法官命令国家税户当局 和苏滩机构交出相关资料 以认定马克里是否蓄意不申报财产 就在检察官宣布调查马克里当天 大批民众聚集在政府大厦外 抗议马克里贪污 要他效仿冰岛总理辞职下台 NTV7综合报道